好,我們來看到XSI的Occlusion的一個做法 那Occlusion在動畫影視上已經普遍被使用 它可以增加一些畫面的細節 模型的細節,以及它還可以模擬全局光的一個效果 那在Occlusion在XSI的實現也是非常的簡單的 好,我們現在就來講解 好,首先你用一個簡單的模型Cube 或者是你的一個場景的一個模型都可以 那我這邊簡單的一個模型跟一個平面來做解說 那我們把畫面切換成這樣的一個樣式 我們可以到左下方可以去選擇我們要的一個視窗的一個樣式 那我們選擇這個樣式可以方便我們去管理這個材質 首先我們去產生一個Lamber的材質 首先我們選中了這個Cube 然後到Material的選項去選擇一個Lamber的一個材質 好,賦予它一個Lamber的材質 好,那在這個 嗯,Explorer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新增的一個Lamber的材質 好,那這是場景預設的一個Material 好,我們場景的預設材質呢,是Fone 是Fone的一個材質 那我們剛才新增的這個Material 是Lamber材質 嗯,我們可以在這個材質上呢 命名呢,以方便我們管理 我們可以點擊呢 滑鼠的右鍵呢 去Rename的一個 命名的一個動作 我們可以給它命名 哦,這個材質是Occlusion的一個 哦,作用 以方便我們在管理上呢 哦,方便來管理 那我們賦予材質呢 除了剛才的一個做法之外呢 也可以使用滑足的左鍵呢 哦,按著這個哦 材質球呢,拖拉到視窗 我們也可以進行賦予的一個動作 哦,現在賦予給我們地板也是一樣 Occlusion的一個 Lamber的材質 那我們現在 呃,按鍵盤的Q鍵呢 哦,可以進行在我們的Perspective的 預覽視窗呢,來畫出 哦,一個框框來進行算圖的一個預覽動作 好,我們可以看到呢 哦,這樣的畫面呢 並沒有,哦 哦,Occlusion的一個效果 只是一個單純Lamber的一個材質 那我們還要再新增一個,哦 Occlusion的一個節點 我們到下方的一個,哦 RenderTree呢 哦,的Node Node裡面呢 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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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找我們要的一個Occlusion的一個,哦 我們選擇,哦 Illumination的選項呢 哦,我們就往下看 可以看到一個,哦 Ambient Occlusion的一個節點 我們,哦 點擊它 會產生這樣的一個Occlusion的一個節點 我們稍微把它,哦 移動一下 那這個Occlusion呢 要連接在哪裡呢 哦 它要連接在我們這個,哦 Surface這個,哦 這個,哦 接點上 好,我們現在 點擊這個紅色的地方呢 哦,把它連接到Surface 它會挑出這樣一個對話框 我們選Surface,哦 這個連接 這時候,哦 我們的,哦 Perspective呢 的預覽視窗呢 就會把這個Occlusion的一個節點呢 哦,哦 運算出來的一個效果 但是,這樣的一個算圖品質呢 還不夠,哦 哦,哦 精緻我們可以在這個預覽視窗的地方呢 哦,把算圖品質 往上調高 那如果往下呢,哦 它的算圖品質,哦 便會降低 哦,它相對它的雜訊 雜點呢,哦 就會比較多 那往上呢,哦 就等於調高它的算圖品質 接著呢,我們還要進行,哦 Occlusion的一些細項設定 我們在這個Occlusion界點上呢 點擊,哦 滑鼠左鍵兩下 哦 把一些設定呢,哦 做一些更改 那比如說我們在,哦 這個,哦 Number of samples 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調高,哦 它的數值 哦,也就是說 調高它的一個,哦 品質 如果我們調成64的話呢 哦,它的採樣品質呢 相對會提高 那,雜訊雜點的情況呢 就能減少 好,我們就會看到我們 調高,哦 這個,哦 這個,哦 Sample的數值呢,哦 哦 雜訊呢,相對就減少了很多 那,這是,哦 Bright Color跟Dark Color 就是說我們在 把Bright,哦 Color呢,哦 亮的一個顏色呢 哦 降低的時候呢,哦 相對Occlusion的,哦 對比就會減少 好,那如果把它提高 哦 跟暗的部分呢 更暗的話呢 那它對比就會相對增加 那這個,哦 Spread 這個地方呢 就是,哦 Occlusion擴散的一個 哦 數值 那Distance呢 就是Occlusion的 哦 跟陰影 哦 接觸的一個地方呢 哦 這個Distance 越大的時候呢 相對這個,哦 對比一樣 也就會減少 哦 這是,哦 我們通常會設定的一些選項 哦 Samples 然後,哦 明亮的一個顏色 已經 暗 暗的一個顏色 以及擴散 哦 以及擴散的一個距離 好 以上是Occlusion的一個解說 ��들回家